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赞美主 现在西方呢还是9月22号 但是已经到了11点57分 再过三分钟就是进入了半夜 也可以说进入了9月23 那9月23呢在我们这边就是进入了秋天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神 在今天也就是9月22号当中呢 其实给我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之前不懂的啊 然后带我出去回来看到的东西啊 然后这个orange color就橙色啊 或者是金黄色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什么五六什么五六 是不是星期四星期五呢 这些通通就给我解答了 所以大家我现在赶紧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journal page还没有完 因为就算我准备好了跟大家分享 是在太多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就这个journal page第一到11、12 那我就明天跟大家分享 但是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right inside就是右边写下去的 还有上面那些啊 还有今天发生的事情 所以呢 虽然好像功课做的不很多 但是很多很多吸收到特别的多啊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要记得远远的感恩 远远的走正义路 永远的牵着主耶稣的手 走到永恒 永远的爱神爱人 要记得我们的上帝呢 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天父天子圣灵 而主耶稣就是他道路真理与生命 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救恩 就不可能到父哪里去的 所以要记得爱我们的上帝 存心存心存欲存力 去爱我们的上帝 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那要记得主耶稣吩咐 我们准备上进礼物 也就是信心爱心与盼望 那我们也 甚至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Perfect Trinity Blessing 一定要介绍给亲戚朋友们 就算他们留下来 对他们是特别的重要的 好 我们谢谢Kelvin弟兄 把信息英语华语的 都Upload在YouTube里头 那接下来呢 我就不读经文 为什么今天呢 给大家听这首歌 两首都是关于 跟以色列 有太族有关系的 我们每一天的 都是跟以色列有关系的 那第一个视频 是一个小牧师小孩子 讲得很有意思 这是他们用电脑来操作的吧 那我也 就是讲到上帝光心你 那第二个呢 是圣灵和心腹 我们就是心腹对不对 那圣灵和心腹 我们一起工作 走几年了 好多年了 到今天 那这边 那这边 这里头是一首歌 大家就好好欣赏 里头是有写华语的 是有写华语的 歌是 有太族也就是西伯来语 但是我们也要玩玩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是最后一个 一个周末 最后一个周末 所以我们好好欣赏 有太歌 有太歌也就是以色列人唱的歌 但是这是给有太族的基督徒 有太族大多数都还没有认识主耶稣 主只有小部分的认识主耶稣 那我们好好欣赏他们 赵美歌 好 接下来也是圣灵和心腹都说来 启示录22章 那都说来 如果没错的话 是在20节 说来 OK 大家一起来到主作前 跟主耶稣回天家 那这边是这位 以色列人也可以说 有太族的一位基督 基督徒牧师 牧师 Messianic Jews Messianic Jews Pastor Messianic Pastor 他的讲道 他的讲道 他有写华语 有翻译华语的 翻译的盲准的 所以大家 你大家都懂得华语 不懂得华语就听英语 英语不懂就听华语 有没有 但是他没有读出来华语 但是有写出来 所以你应该是很容易去了解的 但是如果你进去他的YouTube 他好像只有这几天里头 放上一个叫做 背题的奥秘 但是我为什么不选这个背题的奥秘呢 是因为他讲英语 但是一个姐妹 他就翻译华语 但是两个声音唱起来 就觉得很复杂 很乱 所以我不选那个 我就选择一个 感恩 非常感恩 因为大家会听得比较清楚 虽然你不懂得听英语 但是你可以看华语的字 好好欣赏神功 我们讲的话 里头有很多经文 所以我们应该是最后一个周末了 来听 讲道 所以大家好好欣赏 好不好 而且是光语 也是从语色 西部来语里头翻译过来的 那 星期日 中华语今星期六 对不对 星期日 是犹太人的赎罪年 赎罪节日 赎罪节日 Yangchipor 或者是Day of Atomment 就是赎罪节 赎罪节 那 吹号节已经过去了 在 九月 忘记早出来 好像是九月头吧 那 现在 这个 Day of Atomment 就是赎罪节 过了 之后 就是进入了这个祝盆节 祝盆节是 二十九号 也是大家回家 东方回家的一天 的凌晨 九点开始 而不是 六点开始 对不起 六点开始 但是我们应该是已经到家了 到新天新地 那一端了 所以 那现在 我要跟大家分享 到底神期是什么 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 到我的头脑 现在就是分享刚才发生的事情 那大家记得吗 就一直给我看到 五六七 七六五 五六七 七六五 好像这个钟白在摇动 对不对 五六七 七六五 有没有 今天呢 就是差不多五点的时候 我再躺下来 就进入了一个睡觉 短短的睡觉 当时也睡得蛮好 然后我睡 我现在还能够做功课 那我先生呢 就在这个treet mill 他在运动 OK 运动 也是在楼下 我们这边 楼下 那楼上是 第一楼 那第一楼 我的孙子 他一个人 大概在 我不知道 他在玩 他的玩具 还是在看电视 那他就突然间来找公公 跟公公 楼上的灯灭了 OK 那公公呢 后来就跟我讲 楼上的灯灭了 OK 灭了 灭了 好 我就 之后 差不多 六点 六点这样吧 我就去楼上 五点多 快要立等去楼上 我就开那个灯 诶 真的 没有 没有灯 好像灭掉 但是 我们楼上的厨房 OK 有小粒的灯 有几粒 是七 七 七粒 OK 那之前呢 有四五次 看到楼上厨房的灯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看到那个灯关 OK 一直看到灯关 好几次 然后呢 好久没有看到了 差不多有两年没有看到了 两三年没有看到了 好 那就开那个灯 那个灯呢 真的不亮了 但是只有一个灯 还在亮 你说一个switch 一个开光的 只有一个 当开的话 是七粒灯 一起 OK 一起 OK 但是这一次呢 我开了 只有一粒 六粒 没有 六粒 没有 只有一粒 那怎么 怎么可能是 这么一下子 六个灯灭掉 还有一个还活着呢 真的很奇怪了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有没有 好了 我的女婿 以及我的大孙子 给大孙子打球回来了 一进来 我的小孙子 就赶紧跟他的爸爸讲 那个灯关怎样 他去那边 其实他是不会弄灯光的 这个小孩 他不弄家里的东西 但是他爸爸回来 他就是跑过去那边 灯好像在动一下 还是什么 那个灯 六粒灯 六粒灯 不一定加 那个第七粒也是一样 但是我没有去注意 他就 伤伤伤 伤伤伤 不是死掉了 不是 不是那个一粒一粒灯没有灭掉 没有坏掉 还会现在再赏赏赏赏 然后他爸爸赶紧来烫 他就发现说 好了 他说不一定 那个有dimmer什么 但是不可能 如果是比 你可以调整它的亮度的话 那为什么一粒还在翁 其他不见 没有翁 对不对 就觉得有一点不对 好 为什么我现在在想到我的头脑 为什么他的爸爸就把他灯光开亮 这也不解释说 为什么六粒没有灯 六粒没有光 一粒有光 对不对 不解释他嘛 对不对 那一粒有光的 也就是不能够解释说他们本来是一起的 怎么六粒跟另外一粒 第七粒又不一样了 OK 好 那就变成 好了 灯光亮了 从不都亮了 七粒都有了 又回去了 好 那大家 那时候差不多七点 我的小孙子的生日是二月二号 也就是新天新地 他的 现在是四岁半 那我们讲回来 他 他亮了 那为什么会要他爸爸 我的女婿 把他弄亮下呢 他为什么会比较暗呢 比较暗的意思就是世界变暗了 那为什么六粒灯 不见了 不动了 因为我们呢 今天二十二号 今天是二十二号 我们这边 OK 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三号 我们二十二号 再加六天的话 就是二十八 就是说六天之后 我们被提了 这个世界暗了 暗了 其实他的爸爸 把他的灯 转高一点 从不其他灯 也比较亮 不只是这七粒灯 整个整楼的灯 都比较亮 我就觉得 怎么灯 其他的没有灭掉 但是会比较暗一点 我就是不了解 然后他弄亮了 就是说 我们还剩下六天 这个世界就暗了 暗了 没有亮了 没有这种的生命了 有没有 我们还剩下六天 那时候 现在过十二点了 也可以说 还剩下六天 因为我们是 应该是下午 盘晚 到晚间 盘晚这样会讲 OK 我看到的意向 也是跟我讲到时间了 OK 好 那讲到另外一个 我说时间是几点几点 但是我没有很详细的 是差不多 曾经我看到是 下面写着六点 OK 七点八点 在单位那边写着六点 然后一条线上去 盲长的到七点 七点 然后在 他是跟着他写字的 在七点跟八点 他写着六七八 六跟七 距离盲 盲远的 然后七跟八就短短的 那什么意思呢 OK 六 是不是多人多 差不多六点六点多 那东方也就是六点六点多 那到我们这边呢 纽布朗瑞就是七点多 所以七跟八是很接近的 OK 七点多一点 那东方是跟多人多一样的 多人多 我儿子那边是下午 OK 下午六点多 东方是早上六点多 好 我有看到一个时钟 也就是22号 OK 就是说今天了 我有看到一个时钟 他的中间是一个零 是蓝色的 然后他一条正是蓝色的 指着九点的单位 然后有一个红色的 指着八点的单位 然后八点的单位呢 又有写着二 然后一个stroke下来 写着三 什么意思啊 二三就是回家了 那有一个二 又指着八点的单位 可以说28 28 那东方也就是29 对不对 回家了 所以是没错的 所以是没错的 好 我们讲到这边 有说还剩下六天 OK 就回家 然后有这个时钟 还有刚才讲到时间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一直看到橙色的呢 orange orange color OK 那 我们知道 东方29号 就是中秋节 我很多次看到 中国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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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秋节 也有看到月亮 有没有 看到月亮 那月亮呢 是几年前一直有看到 很久没有看到 就是很近的时候 就少给我看到了 就是要等候 这只猫 要实现的时候 我们才看得到 OK 那猫就是奥秘 天堂的奥秘 那我之前有看到 十五五 五十五 就是 十五 八月十五 中秋节 也是星期五 OK 那 还有一个就是指着 十三三 十四四 十五五 十六六 十七T 你有没有注意到 OK 九月 九月十三号 是星期三 九月十四号 是星期四 九月十五号 是星期五 OK 九月十六号 是星期六 九月十七号 是星期日 有没有注意到 九月十八号 是星期一 OK 那十八八 OK 十八八 然后之前有看到 Monday Monday 就是青色的MON 然后十八八 也是青色了 然后有看到MON 到另外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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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十八八 就是已经过了 当时如果讲Monday 也可以说是下个星期一 下个星期一 就是二十五号 也是青色的 Monday 也是青色的 那就要过一个 一条线 这一条线 我们就进入了四个黑天 那西方就是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然后东方呢 OK 就是也可以说 二十五 相隔了 十一个小时 对 或者是十二个小时 所以 也是 可以说 二十五号 下午 OK 就进入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然后 二十九 早上 回家 OK 所以 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 有看过 过了四个黑天 东方是第五天 回家 OK 东方是第五天 五 OK 四 过去了 然后五 所以说 东方也可以说 二十五号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星期五 早上 凌晨 好 讲到这边 我们来想一想 金黄色 我们这边的树叶 现在刚刚进入秋天 秋天呢 它很快的树叶就变成黄色了 黄色就变成金黄色了 OK 然后就变成棕色了 Bron color 然后 就 很深的棕色了 就这样了 OK 树叶掉下来 黄色 刚刚黄色吧 还没有掉 OK 然后到橙色 orange color 它就开始掉了 OK 所以 橙色是代表秋天 秋天 那之前有看到 OK 冬天 很冷 然后过一阵子 雪停止了 然后就人就包上 橙色的上去上去 这不是一样的时间 冬天 冬天 可以说冬季已经过了 然后又过春天 又过 因为不是 不是那个 雅各 雅各 第一章 第二章 都有讲到 OK 冬天过了 然后 意思讲 春天来了 然后夏天了 尤其是第二章 然后又到秋天了 有没有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奥秘 圣经里头已经跟大家讲 是秋天回家了 OK 当时没有 上帝就提示你说 莉莉又不是神学家 OK 就算神学家也不懂得 也没有一个人曾经跟我 跟我们讲过 OK 是拿一个时间回家 有没有 因为这个奥秘是隐藏到现在 所以神要给谁知道 就给谁知道 他特别检选谁 就检选谁 你是被检选的 但是你又不努力 你又不争气 那说是不是 气死上帝 气死圣灵 对不对 气死主耶稣啊 当然上帝 主耶稣不会死的啦 只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 气死上帝 烈怒了 对不对 白白的送给你 你又不要 还说 我曾经跟人家讲 OK 主耶稣有提起背体 他说 哎呀 我不要背体了 哎 我不需要背体 那个人现在住在温哥华 是蛮有钱的人 OK 好 我讲到这边 到 我不是不是美根苏神啊 不是不是不是 是另外一个人 好不好 不是他们 我正在讲到什么 OK 就是秋天 你记得吗 之前几年前 最初的时候 我不是看到 orange color 也可以说金黄色的 SF 可以说几年了 将近十年了 最早也89年了 SF56 SF56 进入一个标杆 OK 这个标杆是黑色的 那天不是看到一个异象 我的女儿坐在那边 她看过来 有一粒 一粒球 黑色的 咕噜噜噜噜噜噜 到我前面 为什么还看到我女儿呢 为什么这粒球 咕噜噜噜噜 到我前面 我知道这粒球 黑色的就是代表 我们的标杆 那时候我还没有 那一直是讲 我的女儿的生日 是11月2 19号 OK 那时候我就开始 懂得方译了 是什么呢 29 也是2加9 2加9就是11 我之前不是有看到 11加来10吗 所以 29号 也是我女儿的生日 当时月份不一样 那11呢 也就是2加9 也就是 变成有29 29 所以光于我女儿的生日 OK 就是回家 进入永恒 OK 回家 进入永恒 29号 那也是东方回家的一天 好 我们再回来 S 它是S OK S 是橙色的 S 然后进入这个黑色的 一粒 一粒 圆圈 然后有F 进入那边 然后又5进入那边 进入这个黑色的圆圈 然后又6进入这个圆圈 那我们我知道 是现在我才知道 S F是什么 提出我方译成 Salvation of Faith 就是 信心的救恩 OK 那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神 要我们知道的就是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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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 Season Four Four就是秋天 Season呢 就是季节 季节 就是季节 哪一个 一年有四季 对不对 四季是秋天 OK 还有一个就是 S F 就是 Start of Fall Four就是秋天 Start of Fall 就是秋天的开始的第一天 那秋天开始的第一天 就是今天23号 然后呢 有看到5进去 然后又6进去 对不对 好 那记得今天23号 秋天的第一天 23再加5 变成多少 28 OK 23加5 28 那23加6 29 所以还是 讲到28 29 进入这个标杆 我记得我今天 昨天就22号 我有看到 这个黑色的标杆 什么了 我有看到一个container 是黑色的 四方格的 它开始开了 然后又跟我讲 门要开 门一开始开了 开一点一点 还有一个是关于 圆圈 黑色的圆圈 那我要回去了 就明天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个黑色的 黑色的球 就好像是隐藏 这个世界 就算你的科学 有多么发展 有多好 你远远找不到 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 这个世界 是远远看不到的 好不好 所以为什么是黑色的 是隐藏的 但是我们到另一边 我们有新的身体 也是有肉体的 好不好 好 接下来要记得 我已经讲很多次了 新天新地是怎样的 你就远远 HAPPILY EVER AFTER 就是远远快乐的 OK 你不用担心你的子女 他们都很乖 你的太太也很乖 你的老公也很好 对不对 你要常常跟老公爬山往水 有没有 坐轮船去看风景 好 你要坐 HELICOPTER 我有看到有HELICOPTER 好 我接下来再回去这个橙色 那要知道中秋节 那个月亮也是橙色 也是金黄色 对不对 好 还有一个 我记得很清楚 很清楚 就是有看到七月七日 是橙色的 是金黄色的 那七月七日 我们现在知道七月就是以色列的七月 但是是写华语的 所以你不能够说上帝不看不看什么种族不看什么语言的 都昏和的 OK 都是属于神的 那是七月 七字 我们 对哦 今天22号 就是以色列的七月七字 以色列人的七月七日 也就是9月22号 22 就是那个灯灭了 然后又火起来了 我们剩下六天 刚才讲过了 不只是这样 我在厕所里面 你知道收到几件礼物 几件礼物 两件 两件 因为我昨天 22号 收到三件礼物 三件 所以我在想说 一件是在我这个桌子上 OK 又跟上一次的不一样 然后两件是在厕所 那厕所呢 一个是小小的 一个是蛮大的 那我就想起 我之前神主耶稣把我带出去 不是 我说中店了 中店了 然后出去了 回来一个小时多 有没有 好 然后我最后的时候 我回来的时候 去到一个地方 很肮脏的地方 好像人家丢垃圾的地方 我就不懂 为什么进去一个 好像七寨的屋子 很这样 很肮脏 没有水用的地方 自己很肮脏 然后进去这间屋子呢 到里面 是蛮漂亮的一个厨房 蛮大的一个厨房 就是外表不好看 里面是蛮好的 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外人看不起的 但是在神的眼里 神说是可以用的 对 好 所以在厕所收到礼物 那我比较大张的那个卫生纸 好像有两张 两张吧 还是一张 我就照了照片 然后拿起来 看后面是什么 哎呀 后面很肮脏啊 就使我想起 我上次带出去 回来的时候 要进入一个肮脏的地方 现在也实现了 实现了 OK 还有一个 我之前不是有看到 内裤 那圣经里头有讲到内裤 好像是也立民那边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下次回去 上次几年前已经讲过了 也是那时候 也是差不多是黑鸟白鸟的时候 现在也实现了 为什么 在厕所啊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 那我就现在再接下来 7月7日 以色列7月7日 刚刚好 就是9月22号 很多事情发生 OK 那 你说 莉莉啊 那7月7号 你的精神没有比较严静 我没有讲 还是一样在拖拖拉拉 因为 怎样 就是要 坚持到最后 就好像 在最后 不管你多累 你多 你不能够跑 你就走慢慢 你不能够走慢慢 就爬 爬 在地上爬 不能够放弃 OK 那接下来 记得在我的大孙子 我喂他吃饭的时候 那是三文鱼 还有红萝卜 还有青豆 就形成一个画面 很漂亮的一个画画 有没有 记得吗 很漂亮的 有没有看到 A A 什么是A呢 A A的意思就是 Autumn Autumn是什么 就是秋天 秋天 秋天 也是我们想起中秋节 秋天 所以A是秋天 好 接下来 还有什么要特别的分的 还有其他 当然 当时只是走到这边 只是走到这边 很重要 就是23号 加5 就是28 23加6 就是29 也就是 今天是秋天的第一天 再加5天 OK 然后 我们这边 只剩下5天了 23号 只是剩下5天了 那东方 你就拿他的日子 来算 其实真正的时间 我们这边 就是5天多一点点 东方 也是5天多一点点 那你讲6天的话 也就是还不到6天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 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记得吗 我的牙齿 我先生 我先生不是 好像是去年 而不是去年 几年前 回到马来西亚回来 不久 他看到他 突然间出来跟我讲 很生气 为什么背后 有三条红色的线 谁在我背后 挖了三条线 哎呀 我都没有动他 他都睡在房间 我睡在外面 OK 是三条线 我先生的生日 是10月26 10月26 他是刚刚 从马来西亚回来 OK 10就是代表 完了 10呢 也就是2加8 2加8 就是28 东西方 28 好 回家 那 他的生日 26 OK 26 26在家 他背后的三话 就变成29 OK 所以 西方28 东方29 我的牙齿 大家记得 我的牙齿掉下来 我有照片给大家看 是什么颜色 是 是 orange color 怎么把牙齿没有这么深的黄色 怎么变成这么深的黄色呢 是有意思的 为什么 这是跟我们讲是秋天 秋天 OK 那还有一个 是 我的牙齿 OK 忙的时候是28粒 只有28 我没有32 OK 我没有 Wisdom T 所以就有28 所以 意思讲 Lily 看你的牙齿 你的牙齿只有28粒 这是28号回家 而且是橙色的 橙色就是秋天 秋天的28号 好 当然你说秋天有几个月啊 对 但是他再加 其他的线索加起来 就是知道说 是9月28 29 还有听到的声音 还有其他 那讲下来 就讲到我的女儿 记得吗 我的女儿 我刚才讲了 29 29 然后我的儿子 是刚刚过他的生日 是9月20号 之前有看到 蓝色的帮圆圈 然后有两条线出去 外面写着20 在9点的单位 也就是9月20号 那9月20号 我也有看到89 89一直连接在一起 89 有红色的 有蓝色的 有青色的 有紫色的 很多颜色 那有其中一个意思 就是20加8 28 20加9 29 然后在9点的单位 就是9月 好 还有一个呢 不要忘记 我一般的儿子 就是我的侄儿 Johnny Johnny 阿弟 他跟我们住了好多年 也跟了我们 好多年 那他就是 我说 我常常想起他 他就觉得我非常亏欠 他真的没有把他照顾的好 但是他也很乖 他通常都是跟着我先生 所以他很乖 很乖 所以现在他过得蛮好的 有一个贤惠的一个妻子 女儿又生的这么漂亮 又这么本事 又聪明 所以我非常感恩 又感恩 但是神没有把他忘记 我这个子儿 我的二哥很久就回家了 我也有看到他 他回家之后 几年他就在我前面 去他的坟墓的时候 看到他 很亮的就在我前面 所以 很多 神有启示给我 我们回去那边 一定看到他的 然后上一次 我记得 我神刚刚给我 这个 这个 不只是一言 跟人家讲一言这些 有一次在 他家里 祷告 他有在那边 神跟我讲说 你的哥哥只有这个儿子 他讲 你哥哥只有这个儿子 就是只有 Johnny一个 好像我没有跟Johnny讲过 因为是 是主耶稣跟我讲 那时候祷告会看到主耶稣 主耶稣说 你的 你这个Johnny 这个阿弟 是你二哥的 唯一的儿子 只有一个 所以神特别的爱他 特别爱他 没有把他忘记 虽然姑姑没有好好照顾他 真的姑姑也 也棒 怎样讲 很多问题 那时候 经过很多很多考验 所以很感恩 我们能够到今天 我们还是一家人 那这个Johnny呢 是9月27号 那9月27号 算回去1000天 也就是2021年 正月1号 1000天 你说为什么神讲到这1000天 在1000天里头 有很多事情发生 对不对 很多事情发生 很多事情发生 到底什么事情呢 大家都知道 大概大概是关于这个世界 还有一个就是纪念 我的这个子儿 9月27号 姑姑姑从今以后 远远不会忘记你的神志 其实我这一次我儿子的神志 我也忘记了 到9月21号 哎 21号 昨天不是 不是Paul的神志吗 忘记了 所以呢 感谢 对不起 妈妈 妈妈忘记了 妈妈这些时候生病 我找个借口 说妈妈找个借口 跟你讲 对不起 还有大家继续努力 一定要准备好 回家 阿们 那我们雅各 雅各 也是七章而已 七章 然后我们今天要读第五章 因为前面的都读了 然后下一个 journal page呢 就是到24号的 就要读第六章 24号到大概最后一个 就是27号 27号的就是读第七章 就完成了 完成了 我们准备了事工 而且更加听清楚 更加了解上帝 更加爱上帝 更加的感谢上帝 对不对 所以大家走到今天 你一定认识主多一点 而且有感恩的心 有爱主的心 追随他的心 而且心不在这个世界 好不好 好 大家爱人也多一点 对不对 那雅各第五章 其实 其实 就是昨天23号 23号9月23 就是秋天的第一天 今天呢 是秋天的第二天 那秋天的第一天 就是23号 23号 你 记得吗 那sf56进入标杆是 orange color是橙色的 所以就是讲到秋天 9月23再加5天 就是28 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 那 9月23加6 就是东方回家的一天 那就配合我们所知道的了 好 那雅各 我已经刚才讲过了 我们今天进入第五章 那大家都知道索罗蒙王 他写这个 雅各 那索罗蒙王 起初就像他爸爸一样 爱上帝 但是后来呢 他心在这个世界 他离开了 他是心不像以前那个 他对神的爱 失去了 这个 first love 就是第一 最重要的爱 第一的爱 然后呢 他要去找上帝 就变成他找不到上帝了 因为这个就是上帝不再 不再跟他一起了 不再找他了 所以大家就是 这边也是跟我们讲说 上一次索罗蒙王做错的 我们今天不要做错 我们今天呢 索罗蒙王有写下来 一只神 圣灵带领他写下来 而且就是 其实我看到主耶稣是指控 指控就是指控 我们这些人 后面的人 不要像所罗蒙王 他非常的后悔 他神来的时候 神预备最好的给他 他当时围了世界 他的心离开了 当他要找主 要再找回上帝的时候 上帝不在那边了 所以其实意思是讲 我们这一次主耶稣等候我们回家 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如果我不准备好 而且心还在这个世界 主耶稣离开了 就是背地发生了 你被留下来了 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好 大家知道现在又有一个病毒 就是另外一个变种 在印度那边 他们又在戒严了 就是印度一小部分 好像在南方那边 所以这个病毒又有新的新的病毒开始了 我们真的 我两三年前 看到被提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戴口罩 好 讲到这边 雅各第五章 其实我的病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偶尔还是气床病 蛮厉害的 睡觉的时候就听到 然后呢 有时候坐在那边 我的小孙子跟我还是有磕瘦 我们两个 所以不要紧 我们就要回家了 好 神讲的话 就成就 但是我们也就是希望 身体会好一点 做事情也比较方便 对不对 但是万事都是跟着神的旨意走 好 雅各第五章第一节到十六节 我快快读过 男子就讲到主耶稣 主耶稣 我们的新郎跟新娘 我们是新娘 不是说你是男的变成女的 不是 是新娘就是教会 好 这边讲到 主耶稣跟教会讲说 那些准备好的教会 OK 认识的教会 对他非常有热情的教会 接着基督徒 他说 我的妹妹啊 我的新娘啊 我已经来到自己的园中了 采了我的梅药跟香料 品尝了我的风房和蜂蜜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风 有蜜 有牛奶 OK 也享用了我的梅酒和鲜奶 那是什么地方啊 主耶稣说 他自己的园中啊 园中什么 就是乐园 是他的乐园准备好了 而且他也尝试到 那些蜂蜜啊 也尝试到 梅酒啊 也尝试到鲜奶啦 一切都准备好了 OK 那接下来 那耶路撒人的少女啊 耶路撒人的少女就是 讲到 现在这个世界上 基督徒 普通的基督徒 没有准备的基督徒 他说 朋友们 祭请和赐败吧 OK 要结婚的结婚 要享受的享受 OK 要同性恋的 可以同性恋 因为上帝是原谅 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罪 就认为说 我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这边 普通的基督徒说 相爱的人啊 沉醉在爱中吧 OK 那女子呢 就是这个 主耶稣的新娘说 我虽然躺在床上 我的心却清醒着 到底我每一天做的 是不是得罪上帝了 我听见我的良人 在叩门了 说 开门吧 开门吧 有没有看到 他在床上 现在想着自己做的 都亏欠了三地 然后 主耶稣在外面 叩门说 我的妹妹 我的爱人 我完美无瑕的小鸽子啊 你本来是 我是完美的小鸽子啊 我的头上张满了 OK 就是讲到 主耶稣在叩门说 上帝在叩门说 我的妹妹 我的爱人 我完美 没有瑕疵的小鸽子啊 然后呢 我的头上张满了露水 头发被夜间的露珠弄湿了 其实他是讲到 主耶稣讲到这边 但是如果讲到人的话 说头上张满了露水 头发夜间也露珠弄湿了 就是说 我们日夜都被神 祝福 OK 水是祝福的 是一个祝福 可是呢 这个女的啦 新娘说 可是我已经脱了衣裳啊 难道要再穿上吗 OK 这个衣裳就是细麻衣 双手地下霉药 甚至门也张了我的指头 地下来的霉药 OK 然后准备好了 开门啊 我以良人开了门 但是他却已经离开了 那当你没有准备好 认为说你还有时间 到时候 当你开门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要记得我们是 后面有四个黑厅 现在就叫 哦 我要记得了 黑厅了 OK 好 你不准备 主耶稣就离开了 然后 他的离去呢 使我心中非常的失落 我到处找主耶稣 找啊找 找不到了 没有第二次被提了 我呼喊他 就找不到答案 到底我为什么这么笨 为什么 为什么我被留下来 唯一的就是 你没有坚持到底 你没有坚持到最后 城中玄罗的卫兵们 遇见我说 把我打伤了 他们都说 你真的是笨啊 笨啊 笨啊 OK 这边大家都知道 上帝哈 是不被空间 以时间捆绑的 所以这边可以讲说 你上街跟人家讲 主耶稣就要来 人家就打你 讲你神经病啊 你的头脑要打死你啊 这些 对不对 但是呢 到最后 这些人留下来 如果你跟着他们 你也被留下来 对不对 那看守城墙的人 还抢走了我的皮肩 就是那个外套 OK 那讲到这边 耶路撒人的 就是他们抢走了 你的喜马懿 你的喜马懿被人家拿走了 你的冠冕被人家拿走了 有没有 那 耶路撒人的少女啊 我祈求你们 OK 如果你遇到我的良人 请告诉他 我施爱成病 当时已经太迟了 耶路撒人的少女说 绝色的家人啊 就是你是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基督徒 已经准备好的基督徒 OK 你为什么想着他呢 为什么念着他呢 你的良人 你的新郎 跟别的男子来比较 究竟有什么长处呢 长处呢 OK 以至你这么的恳求我们帮助你啊 那女人就是讲说 她宏观盲脸 盲脸 她宏观盲脸 超越望人 她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OK 她的头颅纯金 OK 她的思想 她的所 所 里里内内的 都是比环境更宝贝了 乌黑发亮的头发 像波浪 波浪 OK 主耶稣的头发不是像波浪这样吗 Waving 她的眼睛呢 清秀明亮 OK 然后 如同七夕边又乃洗净的摆格 就好像那些摆格子 摆格子 OK 很纯洁的 很明亮的 又像 宝石 特别的宝石 大家都知道上帝是最宝贝的 然后呢 他又有香草的华 华谱 他就讲到 他的嘴唇好像百合花 那讲到嘴唇 讲到嘴呢 地价没药汁 那嘴就是讲话了 他讲的话都是很谦卑的 像百合花一样 百合花就是lily flower 那十四节 他的双臂如同水仓玉的金杖 你看 这边讲到主耶稣有特权的 他有金杖的 身体如同宝石的象牙 OK 蓝宝石 蓝宝石是Sophia 所以这也是讲到主耶稣的宝座 有没有 他的双脚呢 其实在异乡当中 我有画主耶稣的双脚 因为看到他的双脚是在 19号那一天 19号那一天看到 他的双脚 而且看到主耶稣的出现 所以呢 他的双脚 他出现就好像 金色的 金色的 那双脚好像纯金座上的 百合十足 然后他的体格如 黎巴嫩的香柏树 黎巴嫩的香柏树 好像黎巴嫩的香柏树 是锡的 锡的就很坚固的 远不消失的 他的嘴 他的嘴就是他讲的话 是甜蜜 铁 甘甜 如蜜 整个人都临人 爱慕 耶路撒冷的少女 这就是我的良人 我的朋友 好 大家 如果你把导转读回去 就从16节 然后15节 14节 13节 12节 这样读上去 就从主耶稣的脚 读到上面 你觉得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头上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准备好回家 那接下来 如果不了解我在讲什么 你自己回去读圣经 让圣灵跟你讲 更多的 因为有些我就不能够一直在 因为第一 我的眼睛不是那么好 也不是说不好 不好 就是走到这边了 然后呢 有些事我要去查 我们不能够了 我不能够看电脑太久 我只能够看一下子 如果看久一点 我的眼睛就非常非常的痛苦 好 大家记得准备好回家 好 这个 雅各第五篇 就是讲到准备好 等主耶稣来接我们回 如果没有准备好 被留下来的话 就是早也找不到了 好 大家请看 Jurnal Page 阿明 Jurnal Page的 这个 Ride Insight 就是右边 我昨天已经解释给大家了 所以 如果不了解 可以再回去 就是橙色 就是秋天 都是讲到秋天回家 那大家 这边的video 我也给大家 但是 如果你是 看YouTube的话 你请你 去 也进去听这些视频 这些video 因为对大家 都是 有益处的 而且是神的话 对 神的话 就是我们的粮食 那 接下来请大家 看第一那边 我是看到 我的孙子 两只手放上去 讲说什么呢 他说 No It's done 就是说 没有多啦 没有加的啦 没有多余的啦 已经够 已经蛋 但就是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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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他的双手出去 双手就是 死 死就是 完了 就是 存套啦 存套啦 然后呢 记得你看 真的page那边 那一天 是到21号的话 我们还剩下 7天 OK 7天 7天到 21号 那这个 一项看到 我的小孙子 是在 21号 21号 双手就是 讲 完全 完了 完成的 然后 只剩下 7天 7天 也就是 一个星期 我们现在 还不到 一个星期 就回家了 现在已经 很确定的 确定了 然后我就 听到 神 圣灵的声音 说 sign out sign out 就是只剩下 这么几天啦 就sign out 就是 出去啦 好像 你在电脑里面 你要出去 你进入 你的email 我的email 很多年没有了 那你要sign out 对不对 sign in sign out sign out out就是 出去啦 然后呢 接下来 我有看到 我的小孙子 他穿着 青色 以及白色的 上衣 T恤是青色的 裤子是白色的 然后他在 那个court room 就穿上 这个冬天的衣 秋天的衣 大家都知道 秋天很会下雨 所以他们要穿 boots 冬天呢 就下雪 要穿那个 鞋 当时是比较厚的鞋 好 那他在找 他的鞋吧 ok 再找他的鞋吧 你看时间是12点27 就是我们27号 是还没有回家的 就第二天就回家了 所以他前一天 他就要找他的鞋子啦 鞋子啊 要出去啦 啊 其实我又看到一个女哈 她开门开了 她就走下楼梯了 我再问我先生去看一下楼梯有几个台阶哈 好像就是这么多几天的几个台阶而已 好 接下来 我是看到主耶稣 他嘴巴张大大的 哦 很严肃的 指着九点的档位 然后很严肃的 真的很严肃 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准备好 ok 你不准备好 就是被留下来 那你说 莉莉啊 我要怎么样准备 你每一天 都有跟主耶稣 亲近主耶稣 每一天你都想念他 你的心不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爱上帝爱人就对啦 就对啦 对不对 ok 那其他的不是你能够做的啦 ok 好 接下来 我就看到这个意向 上次 上次 就是一样的 上次 就是I will be that 我就是那个 I'll be that 我就是那个 I'll be that 我就是那个 我就是那个怎么呢 那当然 那这个是从主耶稣来的哈 他写着B A C 然后G 什么B A C呢 啊 是不是coming back 啊 也不知道啊 不 那B呢 是2 A呢 是1 C是3 所以多少 6 对不对 啊 6就是人 ok 6就是代表人 那人呢 后面有一个字 就是人子 这主耶稣说 他来的时候就是人子 就是那个人子 就是那个人子 主耶稣 他来借金娘 嘿 那既然他有我们人的身体 我们也是到另外一端 有人的身体 好不好 好 接下来 看到希望盆 楼上希望盆 只有看到那个 这个filter而已 就是有12 20个洞的那个 那个圆圈的 在那个心 在跟洞 水流出去的那个 是20也就是救恩啊 就是说没有啦 要进入救恩咯 然后时间是4点58分 4点58 58也是上时加28 也就是9月28 ok 就救恩了 好 接下来 我是看到一个女子 她穿着 白色的 但是她中间呢 是有那个带子 你要带子吗 带子 以前的人都有穿带子 带子 圣经里头说带子就是正义 带子 不是 带子就是真理真道 ok truth ok 就是真道 那个带子 放在你的腰那边的 那个是真理真道 就是truth 那么这个女的呢 她穿的 有很蛮阔的 蛮阔的这个 这个belt 就是说我们这一代群人 我们是讲真实的话 我们是跟着真理 真道 真道 讲的 我们不讲傻话 我们不讲骗话 我们都是紧紧的跟随主耶稣的 所以这个就是描述我们这一代群人 好 接下来 就看到华人的汤词 亚洲的汤词 她是在六点的 六点的单位 向着一点的单位 六点上着一点的单位 所以也是看到主耶稣 她的手指着倒数 我刚才在 在那个爱的礼物里头有写 有讲 就是昨天看到主耶稣的手指 在六点过后 还没有七点的那个部分 就划了一条线上去 就手这样划一下 到十二点过来 ok 过了十二点 这样十二点过来 就是倒数 你可以想象到六点这样 六点多这样上去到 一点 一点 一点再上去一点 那就是倒数啊 对不对 我们走倒数啦 count down ok 那接下来是橙色的 颜色是橙色 橙色也就是代表秋天 秋天救恩 就是秋雨 好 接下来 我是看到主的手 一双手 就好像从我这边出去一样 出来 然后有一个rubber bank橡胶带 那橡胶带是生蓝色的 就形成一个六 六 然后一下子呢 它就形成一个零了 就是说 现在只剩下六天了 六天了 ok 那个是在21号 看到的21号就要算第二天 开始算起 也就是六天就到了28号 是我们西方回家的一天 那蓝色就是代表天堂天国 好 接下来是这样 我是看到三个方格 中间的比较大 ok 比较清楚 然后向着东方的那个 就是rineside右边那个 就看到一个人的背 是蓝色的 那在 左边那边 leving side那一边 就没有看到什么 但是有个方格 但是没有完整的方格 ok 那在中间这一个 我就看到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是黑头发 好像以色列人 ok 然后 她就看着 因为我是上面看下去 她就看着我这样 看着上去 然后她衣服 是穿着 orange color 橙色的 橙色的 又在告诉我们 秋天回家 然后中间的是 我相信中中间的是 代表 什么呢 呃 代表 二 二十九号也可以 二十八号也可以 为什么 如果我当她是 二十九号的话 那旁边这个蓝色的 是向着外面的 那个可以说 在新天新地 呃 第一天 当时是在九月的最后一天 九月的最后一天 ok 那如果说 这个女的是 向着西方的话 因为有三个方格 向着西方又有一个方格 那个我相信就是二十八号 这个女的就是 二十 二十九号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边 是晚间回家 比如说七点 七点 那以色列呢 已经是 呃 一点两点 一点一点 一点 也就是二十九号了 二十九号了 ok 那接下来是看到 十点 十一点的单位 那一端 那个角落 有一个 呃 红色的圆圈 里面有一个 它 也是红色的 它 那也就是说 现在就进入了 西北的方向 西北就是回天国 ok的方向了 那主耶稣来的时候 从东到西 那它是从东出现 然后 我们去迎驾它 回家 是向着西方回家 因为它是从东到西 嘛 西就是回家了 ok 接下来是看到一个锅 是黑色的 然后在十点 十一点的单位 就有那个水壶 这 为什么用水壶呢 是热水壶 是水 是热热的 就是表示 热热的基督徒 才能够回家 在十点 十一点的单位 然后 它的对面这边 就向着 这个瓶子的方向 是向着 两点跟三点 两点 大家知道 是28号 三点 就是29号 那十点呢 十点 也是28号 为什么呢 十等于2加8 就是28 那十一点呢 十一点 是等于11 就是2加9 也就是29 然后主呢 拿了水 把它浇在十二点的单位 这是说 这个日子 是亡了的日子 是祝福的 是水就是祝福 水也是代表新生命 是大家玩了 进入新生命 OK 那接下来 我是看到 有写着 大门雨 你要从东方读到西方 大门雨 就是大门已经什么 大门已经什么 大门已经什么 OK 其实你可以看第十一那边 大概它的答案就在这边了 因为我只看到三个 三个字 但是后面是什么呢 就看十一那边 那十一那边 这个大门已经开始在 已经是在21号那一天 但是在20号那一天 我是看到门 OK 很近很近我了 这个门 它外面的光很亮了 就照 它因为很亮的光 门 有时候光就从这个门的旁边这样 发射进来 OK 发射进来 就是救恩的光到了 救恩的光到了 那这边写着大门已经什么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是在 Masajin的房间 就是一个房间 屋子里面的房间 大概它是讲大门 就是我们的前门 也是大家被提的大门 已经亮了 大门已经亮了 所以它的光呢 就射进来 我们Masajin的房间的门 也是一个代表性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被提的门 有一个走廊 对不对 那个走廊 那个大门的光已经进来了 已经进来了 只是我们的被提的门 还没有打开而已 好 接下来是看到一个chopping board 切菜的榜 切菜榜 一部分出来 大概四分一出来吧 就在东西北的方向 这样 然后就看到主的大拇指 大拇指是属灵的大拇指 就出来在七点的单位 也就是七月 以色列的七月 回家 那还有一个 我收到爱的礼物 就是上帝的手印 在我的眼镜那边 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 所以有很多爱的礼物 很特别 有些很特别的 还没有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要快一点 所以希望chopping board 介意我们多一点爱的礼物 放在YouTube里头 好 接下来 就看到字 这个字是什么 这个字是 叫做怎样读 拆 拆了 拆了 拆了是什么 拆了就是 拆了就是 vismental 或者是风格了 拆掉了 拆开了 拆开了 或者是拆迁 拆迁就是 就是住在这边 要被 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拆迁 拆迁 拆了这边 到另外一边 一端子的拆迁 OK That is 叫做dislocation dislocation 好 然后我看到这个两个字 之后呢 我就听到声音说 不能回来 就是说 当我们被踢到另外一端 我们不能够再回来 所以你不要想着这个世界 你心意着想着这个世界 你上不了 而且你如果上去 你也回不来 那你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现在你要解决 就算你的房子有多大 你的房子以后 会不会有水灾火灾来呢 会不会有地震呢 谁都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听上帝的话 那惩罚来到我们 也不要怪上帝 好不好 OK 大家要记得 马来西亚那边有太平洋 中国那边也是面对太平洋 太平洋的底端 就是有世界最大的火山 海里的火山 海里面的火山 其实我在2006年 我有看到地里面的火山爆发 你知道吗 很久了 那个梦 2006年的 下一次有空再跟大家分享一讲 就是地里面 海底里面火山爆发 那个水突然间升起来 所以住在马来西亚的 非常非常的危险 住在中国近海的 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所以大家准备好 对呀 我在信天信地那一章不是有看到 很大力的 不只是下面有火山 上面有下来的 下来的 这个什么呢 叫做岩石 这样下来 很大力哦 大家你说会抬到哪里呢 很有可能太平洋 很有可能大西洋 OK 但是在我梦 梦中好像是太平洋 所以你们马来西亚 中国 你要留下来 你还是不要想吧 OK 你留下来 你要准备 没有身体伤体 但是 你要记得 在水里面的时候 你几个小时 你知道你在海里 水里 但是你动不了 你也帮助不了 OK 那时候你只有好好在叫主耶稣 好不好 所以 如果留下来的人也要准备 你要面对主耶稣之前 你要怎样 OK 如果被水淹在海底的时候 你要怎样 OK 被火烧 火在你的周围的时候 在烧你的肉的时候 你要怎样 OK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 你要留下来 还是 现在就要准备好回家 好 接下来 还有一个饥饿 我想饥饿对我很痛苦 对每一个人都很痛苦 饥饿 OK 饥荒 那接下来是看到 就是中间到底端6点那边写说 爸爸 爸爸 爸爸要下来了 OK 爸爸 爸爸在8点的单位这样 那如果你看时间是9点35分 也就是9吧 9吧也是 就是说28 29号回去见爸爸 然后有看到 呃 狼色的毛巾 狼色的毛巾是狼色的 狼色就是要上天国了 要记得这个天国是乐园 不是天堂 好不好 我们没有上天堂 OK 我们是在乐园 乐园是给人类的 给人类的 那接下来呢 是看到 自我们歌唱 就是说我们应该喜乐 我们应该喜乐 12点40分 40分也就是纪念 以色列人 进入江南地 就是过了40年 在黄野里头 我们呢 就是在黄野40年 啊40年吗 就是最后的40天 是8月18 88 88 88 走40天 就是回家的时间 啊 我们要歌唱了 好 接下来又另外一个意向 是在写作2 21 然后又是什么意思呢 好 回家 回家什么呢 21加13 21加12是什么 21加12就是33 33也是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 桑桑 不是这个 是上一个 桑桑也就是 桑加桑等于6 就是说 我们只剩下6天了 就 现在是讲到6天回家 那那个时候呢 是讲到6再加2 就是8天就回家 好 接下来 我是看到我的手提电话 啊 手提电话 真的 好像我周围是我真的 手提电话 真的手提电话 是什么 事实 摆设的字很大纸的 在9点的档位 写着40 然后S 什么意思呢 S 就是救恩 40 就是在荒野40年了 进入 江南地了 进入江南地了 进入救恩了 好 接下来 是看到主耶稣的一双脚 我不记得有穿鞋 没有他的脚 OK 就是说到脚底了 到头上了 就是嘴端了 然后 他是金色的脚 金色的金色的光照 就打着脚 就是我了 然后你看时间是3点58 那什么是58呢 58就是30加28 也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9月28号 然后看到在九点的单位写着G 大写着G G也就是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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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G呢 也是 Go home G也是 Go home 之前有跟我们讲说 OK G就是7 然后大家知道G也是Go home 就是回家 回家完了 神圣的完了回家 9月回家 然后呢 我听到你的声音说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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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格 懂的吗 就是这个金正人说 大家 风格 懂的吗 大家请再讲一次 哦 金正人的声音 很清楚的跟我讲 什么 他说 大家 就是跟我们每个人讲话 大家 风格 懂的吗 懂的吗 刚才不是讲到很多风格的事吗 这风格了 到另外一端 不能够回来了 OK 你要留下来的 你要准备好 好 接下来 是看在六点的单位那边写着五 然后五十 五五十 五五十 可以说 一个星期的第五天 也就是星期四 就是西方回家的一天 华人呢 亚洲就是星期五 那就是说星期五 就是进入祖比利 那我们今天来讲 就是说今天 也就剩下五天 就进入祖比利了 好 接下来 有看到 八点的单位写着五十八 五十八等于什么呢 五十八等于什么 刚才已经讲过了 但是我是一项看当中看到 五十八等于 那五十八等于 等于上十加二十八 等于也是被提 就是说九月二十八被提了 是在西方 他写在西方的 那 大家这时我想起什么 想起不是很久很久以前 不是看到五八零零 白色的字很大的 五八零零 然后 五八零零 那时候 就听到神音说 祖比利 有没有 五八零零 然后听到祖比利 那我第二天 早上早早去找一下 什么五八零零 Concordant Strong Concordant是什么 Strong Concordant就是 to leave to depart 就是离开了 离开了 所以这边有讲到 五十八等于 也使我想起五八零零 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只是我们不懂 五八是什么 五八就是 上十加二十八 九月二十八 那后面的零零 就是两 就是多 西方是零 东方也是零 但是东方也就是二十九号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就是那个门 我已经刚才讲了 好 再接后面那边 第十二那边 是看到走栏到新天新地 那一端 他的东方的底端 写着青色的一 很漂亮的一 那大家 你很多爱的礼物里面 都有看到七七七 但是有时候七就好像一 对不对 那这个一 是不是讲到最后一个星期呢 最后一个星期啦 OK 那时候看到这个一项 是在二十号看到的 二十号看到这个意象 那在一个角落 写着一 也就是一个星期 OK 那二十 然后看到的意象 二十在家 七就是二十七 二十七也是准备完了 就是第二天就被提回家了 那东方当然是二十八号 回家是二十九号 我现在看到二十八在左蓝 那一张 那是西方回家的一天 那有二十八就有二十九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最后一个呢 是看到一个女的 她是白色的头发 她站在讲台上 她一直在讲话 一直在讲话 有一个mind在她前面 然后她穿的衣是青色的 青色就是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也是回家 新的开始 那她在讲台上讲话 我相信她是在 是新天新地的一个姐妹 然后她那一边 也在准备我们的回家 所以大家继续努力 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阿明 大家在主里平安 感谢赞美主 大家都知道说 我收到很多很多爱的礼物 那今天呢 也收到很特别的爱的礼物 昨天收到两三个 今天收到一个非常特别的 大概 好 那我要现在跟大家分享的 我会给大家两张照片 那第一张呢 你可以看到三粒青色的葡萄 那第二张呢 你只看到两粒葡萄 两粒青色的葡萄 我们根本没有 我本身因为别的都不在那边 是我一个人照的照片 没有人拿那个一粒的葡萄拿走 没有 我没有拿走 本来照片是三粒的 上一次照到的时候 也是三粒 两张照片都是三粒葡萄 那刚才我回去的时候 哎 怎么一张是三粒 一张是两粒了 本来是三粒哦 两张照片都是三粒的葡萄 三粒青葡萄 三粒青葡萄 那为什么主把一粒拿走呢 大家好好欣赏 神在跟我们讲些什么呢 二就是代表回家 对不对 三就是代表完了 好 还有他的 那个葡萄 那个小碗 baby的小碗 常常在我的意向当中出现 他有没有看到 他的颜色有一点不一样 两次有一点不一样 然后呢 而且他的位置 神在跟我们讲话 好不好 那我先我们先看第一张照片 那这个爱的礼物是从 这个月就是九月 现在九月对不对 我们今天呢 是二十一号 那也就是五天前 五天前 那是早上九点四十五分 那九呢 就是九月 也可以说进入永恒 四跟五就是星期四 星期五 我们应该回家 那就是星期四星期五 好不好 那接下来 那时候我是在喂我的小孙子 大家可以看到是早上 所以应该是早餐 因为有时候他吃很吃才吃早餐 然后我折着走 然后我折着走 走 这样 走去哪东西 还是怎么玩地了 一分钟之后我回来 OK 回来 我的孙子不会冻葡萄什么 他都是要我喂他 但是他也会自己吃 他在学校都是自己吃 那回来 那回来看到 怎么我的一碗的葡萄不是在我前面吗 怎么移掉差不多一尺之外呢 而且你看他的小碗 有那个handle 两边都有 你可以拿着这个小碗 BB拿着这个小碗 有两边 那是从五点的单位 五点五点半这样 可以说五六点当中 OK 到一点十二点当中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 五对对对 那我这边 OK 那一尺一尺也就是十二寸 十二就是圆满的文了 然后你五点的单位 五就是你用英语方式来讲 这是星期四 一个星期的第五天 就是星期四 但是如果是亚洲的话 你就说是星期五 好 还有五六呢 五六 那用西方的文化来讲 就是星期四 一个星期的第五天 也就是星期四 一个星期的第六天 也就是星期五 然后神也跟我们教我们说 六点的单位 就是代表我了 六当当是十三话 就是停 好 也就是说星期五就是停了 就是下个星期五了 好 十一是什么意思呢 十一也就是五加六 那十一在 以色列人 西波来语的那个数字 十一也就是代表救恩 然后十一也就是代表被提 好 那三呢 三有没有看三立葡萄 三立葡萄就是我了 好 你看这个葡萄的位置 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 对对对 看葡萄的位置 这第一张照片三立葡萄 那一粒葡萄是在十二点的单位 有没有 有没有 ok 另外一粒葡萄呢 像就西方的是在九点的单位 对不对 九点的单位 那另外一个呢 好 我再回去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拿着手机 拿不到照片 好 那是不是在两点的单位 还是三点都是代表 都是代表回家的 好 就是一个一粒是在九点的单位 那另外一粒呢 三点的单位 因为你要跟着他的 没有 没有 你不要跟着头手把看 ok 就是跟着他的方向 我们直直看上去 直直看上去 那是在两点的单位 那两点的单位 在一项当中 我们看到是28号 28也就是9月28 是西方回家的一天 西方回家的一天 好 那青色呢 青色的葡萄 青色就是代表 走了 走了 还有一个 我们看 这个方向 要不然我们下个照片 看方向 阿们 好 我们看第二张照片 有没有注意到 十二点的单位 那里葡萄不见了 十二点单位的葡萄不见 但好像葡萄 有没有变小呢 是 是因为比较远 比较近比较远的缘故 刚是在十二点的单位 那粒葡萄不见了 那十二点的单位 也就是我了 对不对 圆满了 谁不见了 那这边呢 看到两粒葡萄 一粒是在 根据这个 这个小碗 baby的小碗 小的一粒是在九点的单位 那大的一粒呢 是在两点 两点 两点的单位 对对对 也可以说 两点 商点的中间 有没有 两点 商点的中间 那两点的单位 就是九月二十八 那 因为一起分享 二商嘛 二商 两点 商点的中间 那商点的单位 也就是 九月 二十九号 那也是看到的 一项教我的 好 大家看 这一个小碗 这一个小碗 baby的小碗 她在 她的 左边 左边 就是leaving side 那个 台 台 台是什么 台电 你没有看到 这个小碗 是在台电的 几点的位置 是台电的 四点的位置 那 她是向着西方 是四点的位置 对不对 那 看 右边 右边就是 right hand side 那个 庞子 是 九点的单位 对不对 九点 也就是 九月 二四点的单位 也就是 二十八号 所以 就是 九月二十八号 是我们这边 西方 回家的一天 那 请大家看 这个 麦露 的 被子 也是在 我遇上当中 常常看到的 那 她的手把 可以说是八点的单位 上去到两点的单位 也就变成二十八 好 那 这个被子呢 跟这个小碗来比 就是六点和七点的中间 对不对 好 那 上面那个台电 上面的台电 也就是 这个小碗 如果看那个台电 小碗上去 也就是七点的单位 也是以色列的企业 对不对 好 大家好好欣赏 最重要就是 为什么三粒 葡萄 变成两粒呢 为什么呢 第一张照片 有三粒 葡萄 第二张照片 变成两粒 那 也就是讲到 倒数 Cound down Cound down OK 那 三呢 是完了 第一张照片 是讲时间 完了 27号完了 27号 我们功课就完了 那 我们西方 是28号 为家 那 东方呢 东方 你可以说是2728号完了 然后你们是29号回家 所以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哈 有没有其他意思 大概就是这样了 所以大家还有两件爱的礼物 要跟大家分享 Amen 请看第二件爱的礼物 那也就是9月15号 今天是21号 21号 15号 也就是六天前 那是早上9点22分 9就是永恒 也可以代表9月22就代表新天新地 那22号 也就是20加2 20就是救恩 2就是回家了 所以 救恩回家了 好 那时候呢 我是在做我的功课 因为有时候 我的眼睛 好像今天眼睛也是非常糟糕 但是有时候 一有空 我眼睛能够应付得来 我就赶紧下来做功课 所以那个早上 通常早上没有做功课 因为眼睛很辛苦 那突然间就 我在做功课 在这边 坐着坐 诶 怎么我的前面 就是离开我的肚子 OK 桌子那边 桌子的 两寸 桌子两寸 里面两寸 再出去两寸 就是我的肚子 就看到这个 弯曲线这样 弯曲这样 好像 女孩子 放在头上的 那个叫做什么 黑板这样 但是它只是一条丝而已 是硬硬的 是plastic做的 但是我们家里 没有这样东西 这个大概是从 哪里出来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是从 彩色铅笔 彩色笔 彩色笔 还是哪里出来 有可能的 但是我没有打开 彩色笔 什么 没有 我就在写 在画 跟着我的电话 里头几绿的 所以没有看到 有什么出来 当时突然间就发现 这个汪汪 有一点 这样讲 有一点汪汪的 这一条 这一条东西 那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才讲了 22 也就是 20加2 20就是 救恩2 就是回家 你可以看到 它的开口处 在哪里 开口处 就好像是在 8点 9点 8点的尾端 然后 9点那边 已经不见了 有没有 然后到到 12点半 这样 就12点 跟1点的中间 这样 有没有 那8点的单位 我们知道 就是28 9点的单位 也可以说是 9月 而且是29号 进入永恒 那就不见了 照相那里 刚才讲到 青色的葡萄 在12点的单位 不见了 就是 亡了 不见了 亡了 不见了 好 我们讲回来 刚才讲到 8点多 那边就开始 门 门开了 对不对 那9点的单位 没有在那边 10点的单位 也没有 10就是 亡了 然后11点的单位 也不在那边 12点的单位 也不在那边 好 那就出现 1点的单位 这样下来 那我们来 研究一下 大家知道 10 10 也就是 2加8 也就是 28 那11呢 11是背题 也就是 2加9 2加9 就是 29 那12呢 12等于 1加2 也就是 3 我 咯 有没有 你可以想象得到 上帝的数字 在往这个数字的时候 真的很准 有没有发现到 这一切都是 上帝的创造 而不是我们人 有这个聪明智慧 能够创办出来的 哎呦 我常常看到 神的奥妙 奥秘 我真的说 人是做不到的 真的做不到 大家 不要认为 我们人 做得到 人 哎呦 更 真的 他 他 他 也 他 也 我们只不过是 人 是 尘图做的 OK 那讲到这边 10呢 10 也就是 我刚才讲了 10完了 11就是被提救恩 然后12就是圆满 10就是5加5 对不对 也是之前一集 有看到的 5加5就是双倍的恩典 东方恩典 我们这边恩人 有两个恩典 所以也可以说是twins 然后呢 5呢 可以说一个星期一 在西方我们讲一个星期的第五天 也就是星期四 东方呢 一个星期的第五天 也就是星期五 有没有 亚洲人看法跟西方有一点不同 但是现在都重复跟着西方了 好 那讲到11 11就是被提 也就是5加6 5加6 就是恩典给人类的恩典 神的人典给人类 给人类的恩典 也就是 星期四加星期四跟星期五 好 大家 这个月 9月 以色列人 有以色列人 或者是有太族 有三个节日 三个节日都在9月 那第一个呢 就是吹浩劫 就是feith of trumpet 也就是Rosh Hashanah Rosh Hashanah就好像以色列人的新年这样 以色列的新年 这个是国民年 不是教会年 不是教会年 是国民年 教会年呢 就是 现在是 正月 OK 是正月 国 怎样讲 教会年 来讲 9月 现在是teeth street teeth street 也就是 国 教会年的 第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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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第七个月 好 这个 feith of trumpet 他们 是在 你看我眼睛 看电脑 很辛苦的 但是不要紧 这些辛苦 很快就过去了 也就是 一路 二十九号 也就是 九月 十五号 九月十五号 就是Rosh Hashanah 就是他们的新年 所以这个月 是他们一个 很蛮节日的一年 叫像华人 新年这样 那西方 就是圣诞节到新年 然后 但是Rosh Hashanah 十五号 就开始了 十五号六点开始 然后 十六号 星期六 十六六 也没有 十六六 也就是讲到 九月 十六六 然后 十七号 Rosh Hashanah 继续 Rosh Hashanah 继续 全部是 整天的话 讲到 是两天 但是十五号的六点 开始到 十七号的六点 好 接下来 我现在 我们是二十一号 二十一号 就要进入 Yankerpo Yankerpo 也就是 赎罪年 赎罪年 就是Yankerpo 也就是 Day of Ottoman 就是二十四号 跟二十五号 二十四是星期之 二十五号是星期一 大概大多数的 以色列人 有太人 这个月是放假的 一个月 这样 然后 二十九号 二十九号的六点开始 就进入了 这个祝盆节 是不是我们 我们那时候 下个星期二十九号 是星期五 如果到盘望六点 他们开始庆祝 这个祝盆节 我们已经不在这边了 如果根据我们所知道的 已经不在这边 我们是在信天信地 跟上帝一起庆祝 这个祝盆节 那祝盆节 其实是以色列 造一个祝盆纪念 他以色列人在几千年前 在荒野里头 就是住在盆子 盆子里 祝盆里面 所以 然后 现在呢 他们用祝盆节来庆祝 在里面一直读经 读经 赞美主 读经 一直赞美主 读经 就是跟上帝在一起 在这个赵墓里头 所以我们呢 在另外一端 在赵墓里头 跟上帝一起 远远 上帝的把父子到远远远远 就好像以色列人 那个时候 上帝把他们带出来 虽然他们住在帐篷里面 只是藏实的 又走又走这样 但是神都有坚固 都有照顾 但是这一次 我们是真的到江南地了 到这个奶油之地了 奶蜜之地 是远远不改变的了 那就是永恒的了 所以大家 我们相信 真的这个月 就是下个星期 要回家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是 忘义 这个祝盆节 大家都知道 是到十月六号 十月六号 我们神说六 这是当做完了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忘义 我只是讲忘义 但是到现在 我看到的意象 还是讲说下个星期 但是忘义的话 忘义 我是忘义 回家一个星期 也就是到十月六号 祝盆节结束 祝盆节结束是在十月六号 当然我们不希望到下个星期 下个月六号 也就是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之后 我们希望说 就是一个星期就回家了 对不对 根据我看的 我讲一下 就是下个星期 但是如果有加一点点的话 大家也不要失望 因为毕竟就在眼前了 我为什么一直看到这个 有一个方格 那个日历 他会跑的 他会跑 跑着 向着这个西北的方向 西北的方向 西北的方向 大概应该是没错了 没错了 好 大家继续努 阿们 好 第三件礼物呢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今天得到的 你看一下这一粒 orange color 橙色 橙色不是代表背体吗 对不对 橙色代表背体 那大家看一看 到底这个是牙齿啊 还是玉米呢 你要玉米吗 sweet corn 那马来西亚叫做 ja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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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是什么时候 是早上十点零八分 十点零八分 十也是二加八 也就是二十八 然后八也就是加 那 我是这样 我是洗手间出来 我去那个洗网盆那边 洗网盆那边 然后我的眼睛突然间注意到什么 那个水壶 怎么水壶上面有东西呢 刚才明明我什么都论清洁啦 然后去洗手间 那现在回来怎么 有一粒什么在这上面了 虽然眼睛不是很清楚 但是还是看得到喔 那我就说一定是从神而来 因为早上小孩子两个都去学校啦 他妈妈妈妈在哪里啊 在楼上 阿公公呢 在楼下 他爸爸呢 上班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 不是我做的 就是上帝做的 不是我就是上帝啦 圣灵 对不起啊 讲起上帝 我觉得甜甜蜜蜜 很开心 有没有 好 对不起啊 我还是有咳嗽 还是有气床病 但是我很开心 因为回家这日子到了 那是不是他要给我一个惊讶啊 这个惊讶 所以可以 我这边有写着说 真的上帝太奥妙了 而且带领着恩典 给我们的福分是满意的啊 算不像水流一样 然后他是充满着 人充满着什么 什么气息人为羞没人 叫做什么啊 我也忘记找出来 怎样讲 好 大家请看 第二张照片 我们我就赶紧照片照片照片 然后把它放大一下 给大家看啊 你可以看到 这张照片是 在水壶上面啊 电的水壶上面 电的水壶呢 在旁边呢 也就是 雞垃圾桶 在厨房的垃圾桶 是放那些事物坏的要丢啊 还是这样 缺菜什么什么说 丢去里面啊 但通常没有 没有肉 就是没有生的 因为我煮饭是在楼下住啊 所以在过去 在过相处西方呢 就是洗碗盆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神的奥秘 阿们 那第三件礼物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没有什么讲到位置啊 那刚才讲了 电这个水壶是热水的啊 热水我们就是像 我们要做个热热的基督徒 有没有 热的基督徒 所以是在热水壶上面啊 就是热的基督徒就要回家了 那过去呢 就是 就是垃圾桶 垃圾桶 这垃圾桶也是一直看到了 今天也是看到 一声公里这个垃圾桶啊 看到这个垃圾桶的上面哈 就是呃 橙色的 橙色的红萝卜 红萝卜 大家都是红萝卜 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橙色的 但是我们就是叫它红萝卜而已 然后呢 就是呃呃 搅成丝的这样 在在这个垃圾桶的上面哈 哎 然后呢 在过去就是呃 就是这个西网盆 西网盆就有那个口啦 沟就是出去了啊 出去了 好 就讲到时间真的很近很近了啊 好 那有没有看到今天这个爱的礼物 没有什么讲到哪哪一个位置哪一个位置 讲到第几天啊几点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应该是结束了 我们应该都得到答案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是大神给大家欣赏 他要给我们看到的 是我们开心 有没有 好 大家请看这第二张照片 你把它放大一下 你看到什么 我眼睛是萌萌的 但是我也会看到一点哈 所以如果有很多东西我看不到的 那你们自己就收了啊 神给你的礼物 你一定要去接收 你说了 你就有这个福分 你把它丢了 你就没有这个福分了 我自己本身做个基督徒就是这样 神要给我的 我一定去接 虽然暂时不一定很在人生当中 你接收 你就暂时不觉得说 呃 有什么好处对你 又或者是 呃 对你好像没有什么利益 什么 但是我们不能够看眼前 我们要看背后 我们要看以后的事 ok 所以大家 在你的眼前什么事情发生 你要知道 他背后有神的美意啊 这就是我看人生啊 看跟神的关系 好 那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你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 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个小女孩 有没有 啊 他旁边那边 我们这样看过去 小女孩 对这个 其实就是玉米啊 是玉米 不是牙齿 很像牙齿 对不对 你看我的牙齿 那刚刚好 昨天早上有玉米啊 有玉米炒饭的玉米 是很多天 炒地底吃了 所以 本来是不好看的 但是神把它变成非常漂亮的 是橙色的 或者是深黄色 orange color orange color 橙色就是代表背蹄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 因为看到背蹄人都是用 orange color 橙色的布包起来的 好 那就是神跟我们讲 可以讲说是秋天 就是说秋天回家 秋天 秋天就是 orange叶子会变成橙色 好还没有变成黑色 还没有变成棕色 也就是秋天的开始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小女孩 她的旁边坐着 也一只小猫 一只猫 可以说猫 因为如果小女孩跟猫比起来 应该猫是蛮大致的了 只是我们可以说猫 你要这样是小猫 也可以 那在她的 在她的 我们不是我们这样看过去 是在她的右边 就是她的right hand side 有没有看到 她们坐着的位置是什么 好像这个女孩子背后 有没有看到一个 一个角落 有一个角落 就是round the corner 有没有 还有一个呢 她们的后面是不是墙壁啊 有没有 是不是墙壁 然后她们是不是在等着 王来 王就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有没有 所以这两个意思就是 round the corner 在这个角落 那边 还有一个在墙壁的前面 也就是就要发生了 很快就要发生了啊 好 那接下来你看到 这一只猫 OK 猫猫猫 你看猫 她的 她的哪里 好像她的身体 她的 在她的这只小猫的肚子那边 那边 她的身体那边 你可以看到一个亮光的门 门 小小的门 OK 这个门的旁边是黑色的 黑色 只有那个门是亮光的 就是到新天新地那一端 这个门就是被提的门到另外一端 走来那一端到新天新地 好 那接下来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门再上去一点点 在小猫的身体上 可以看到一只狮子 OK 一只狮子 小狮子 那狮子那边 她这样看过去啊 我看过去狮子的脸在那边 她的左边 其实是在她的右边 有五粒 一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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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点 有五粒 五粒 五粒的点 那五呢 就是代表恩典 狮子就是代表犹大的狮子 犹大的狮子就是主耶稣 那她带着恩典 五个点带着恩典 所以东方回家是星期五 西方回家是一个星期的第五天 也就是星期四啊 四就是代表天国 五代表恩典啊 好 那我已经讲过了 五也是一个星期的第五天 就是星期四 还有呢 再过来一点点 啊啊啊 就是狮子下来 一点点 啊 有没有看到有一只小羊 ok 有没有看到一只小羊 那小羊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 跟着主耶稣的小羊 我们不是三羊 我们是绵羊 所以这一只羊呢 也是绵羊 绵羊 ok 绵羊大概就是到 到这边 那你的呢 你可以看到 她的眼睛 她的左眼 我的左眼 就是靠着左眼看到 看到东西 能够看到 我的右眼看不见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 她的脸那边 她一近眼睛那边 有东西 但是我就是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好 大家好好欣赏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这件礼物就是说很近很近了 而且是orange color 是橙色的 小猫就是代表天国的奥秘 天堂的奥秘 天堂的奥秘已经敞开了 这只猫也要回家了 所以呢 我们一起回家 这个奥秘 我们只有我们这一大群人知道 有没有 除非他们进去我们 神给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就知道 到底上帝有没有 跟世界上的一大群人讲啊 或者是什么 有没有跟人讲 一定有 因为阿摩斯第三章第七节讲到 神这件计划还没有实行之前 他一定跟他的众仆人 亲自门讲 有没有 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阿们 大家在主里平安 感谢咱们一旧 那现在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video里头的 第四个爱的礼物 是第四件爱的礼物 这还有第五件 他们是一起的在一面 那就是我在做功课 在journal page 前一面就是上一个就是在笔号 上一个是16、17、18 9月16、17、18的时候 我在做功课 然后注意到 怎么有神的画画 一个是1.03分 另外一个呢 是比较迟一点 好 那我们先看 最上面有一张照片 就是给大家看 他们是差不多很接近的 那第一个第四件 这个爱的礼物 也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第一件 留两件 那是跟大家分享 这第一件的 也就是9月20号 过了半夜1.03分 我在做功课 大家可以看清楚 这不是上帝的画画吗 大家都差不多会认的了 那我在做功课 就发现这个神的画画 那第一件事情 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生 在右边 就是right hand side 他的旁边 有这个黑记 黑文 这个黑文 会不会像一个女的脸 你的脸 他的头后面好像有绑起来的 然后有箭头上去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就从这个男生开始 这个男生呢 他穿白色的衣 裤子是黑色的 然后他穿上了 他的books books叫什么呢 如果在马来西亚 你去菜市场 叫做wet market的话 他们都有穿books 因为很多水 很多水 所以今天这个画画topic 我叫他是秋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秋天回家 秋天在西方很会下雨 所以小孩子们都要穿books 所以意思讲 我们是秋雨回家 秋天回家 所以他穿上了他的books 比较高上去的胶鞋 那再过来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 有没有看到 好像很面熟 有没有 是谁呢 很像谁呢 眼在天边 近在眼前 对不对 他穿着黑色的衣 他只做 三点的档位 wala ok 那你可以看到 他的脚 脚那边 坐在一个椅子 这个椅子是一个大写的T 大写的T 也就是星期四 也就是以色列的七月 或者是正月 然后呢 也就是神圣的亡了 然后他的肩膀背后 有看到有一个七 有没有 好 那接下来 在他的 这个女的背后 ok 就是像做西方 也可以说 这个画画 我们这张照片的中间 过去一点点 那可以看到有人好像 突然间 哎呀 被推了 第二跌倒 其实不是跌倒 他要背体上去 还有其他的画面 都是可以看到 像背体 有一点乱 但是无所谓 当时神写了什么 有十一 十一就是救恩 也就是背体 也可以看到一个 七 七 这边七 那边七 这边七 那边七 有很多七 然后也有看到 Z Z就是 Z的数字是 二十六 是英语字母 最后一个 然后也是 七加七 十四 那十四 T3呢 也就是 我们每一天用的 日历 二十九号 九月二十九号 好 再上去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枕 很像男生 他坐在一个 好像杯子 好像小粥 这小粥呢 就好像一个carve carve呢 就以色列的字母 像一个杯子 这样 有没有 坐在那一边 那carve的意思 就是救恩 那他的上面 再上去一点点 你可以看到一个 弯曲线 这个弯曲线呢 好像是 五点到两点 或者是两点到五点 有没有 那两点呢 二呢 就是代表回家 三呢 就代表王啦 四呢 就代表二十八 我们四也是天国 四也是秀恩 四也是二十八号 那五点的单位呢 五点 那参加三点 真的会看到神写是二十九 王了二十九 然后五点的单位呢 也是二十九 也是星期五 有没有 所以就是配合我们所知道的 好 那我们现在转九十度 这个九十度是好像跟着时钟的转九十度 你可以看到这个弯曲线呢 就变成 七点五点 七点六点五点 或者是五点六点七点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五呢 五点 也就是星期五六 也可以说是星期四 如果用西方的方式 就是讲星期四 星期五 神圣的王了 那你 可以 有看到 六点的 六点六 也就是 三加三 三加三 就是王了 那大家 你在转 你可以看到 那个 王曲线的下面 如果你只要转九十度的话 你可以看到 有一个女的 她的傍身 这个女的 也就是代表 小树木的教会 被提的教会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 她头上戴着一个帽子 一个帽子 然后呢 她的帽子 就是代表 回家 Heading Home 就是回家 那女的 就是代表 小部分的教会 被提的教会 主耶稣的信仰 回天家 好 大家一定要感恩 那接下来 另外一件礼物 Amen 好 请看这一张 上帝的画画 也是同样的一天 9月20号 那是在晚间 晚间 刚才讲的是凌晨 半夜过后 1点03分 那这个呢 是差不多 过了一天 将要一天了 12点45分 往上的时候 那其实 我是在画 神的手 神的手呢 他是 左手 第一个手指 也就是 Index finger 第一个手指 只做三点的单位 也就是 九月 完了 那意思是 九月完了 那我就 发现说 哎 怎么他旁边 有画画出来呢 那我就把他照个照片 把它放大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很大的黑文 有没有 黑记 Black Dark Page 有没有 Dark Page 就是一片黑色的 然后 这个一片黑色 好像一个人 然后 前面有三条线 拉着他 向前走 向前 那这三条线呢 当然我们知道 是从天父天子 圣灵而来的 就是上帝 三位一体的上帝 的万能 然后拉着这个教会 就是全部 准备好的基督徒 还有小孩子 baby们 回家是靠着 天父天子 圣灵的能力 来啦 我们回家 那我们通常就是 主耶稣 天父给主耶稣 有特权的 那我们呢 可以看到 有个华语字 上 有没有 上呢 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 黑 黑色的一片 的 右边 底端 右边 底端 有一个字 上 华语的字 上 上 那接下来 下面 你可以看到 周围 都有 都有字母 有大写的 F 有大写的 T T 最少有两个 7呢 最少有两三个 还有一个 Z 还有一个 2 如果你把它转 时钟的 clockwise 这样转 90度 你可以 你可以看到 华语的字 6 可以看到 华语的字 6 还有其他 你可以看一看 神在跟我们讲话 那 大家 大写的F 就是 Final 这种结局 然后 F也是 五 星期五 好 那也如果是 到西方的话 就是讲一个星期的 第五天 也就是星期四 也就是东方回家的一天 所以五呢 可以代表 西方星期四回家 也可以代表 东方星期五回家 那T呢 就是 英语叫做 Thursday 星期四 T呢 也就是 以色列的七月 也是正月 然后呢 有七 七 长个七 就是 14号 Tistory 14号 也就是东方回家的一天 29号 9月 那Z呢 就是26 也可以说 有两个七 14号 然后2呢 就是代表回家 那两点的单位 两点啊 也就是 14Tistory 也就是 如果14Tistory 也就是 9月29号 那 其实我们 看到的 一项当中 讲到两点的单位 也就是9月28 然后三点的单位 就是9月29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刚才我跟大家讲了 看到主的手指 诶 讲了没有 OK 主的手指呢 看到主的手指在画 从 嗯 还没有七点 还没有七点 就是六点的尾端 OK 上去 是导数啊 Countdown 主要上去到 一点的前面 一点点 那怎样算发呢 到底怎样算 是导数啊 神是走 呃 导弯的 导数的 那我们如果把它这个 呃 再自己画一下 是10中的 啊 东方的一半 OK 就是右边的一半 那12点的单位呢 应该是23号 那23号 呃 23也就是秋天的第一天 OK 比如说过了半夜 过了半夜不是 呃 就是另外一天的开始吗 对不对 所以呢 23号也就是 呃 秋天的第一天 OK 所以23号在12点的单位 那1点的单位也就是24啦 2点的单位也就是25啦 3点的单位就是26 那4点的单位就是27 如果照着秋天这个时钟来讲 秋天的 秋天的 然后呢 啊 5点的单位就是28 然后6点的单位呢 就是一个星期的第六天 就是星期五 就是29啦 所以我现在讲的哈 是秋天的时钟 始终秋天开始 秋天第一天 就是今天啊 也就是9月23号 就写在12点的单位那边 然后走下来 走下来 走到6点多一点点 那神的手指 就是从那边画上去 画上去是什么呢 就是走倒数啦 所以大家我们是新天剩下5天 5天 6天 5天 剩下多少天啊 我们这边哈 12345 5天 剩下5天 那东方也是剩下5天 东方现在是24号啦 24加5就是29 我们是讲啊 1024个小时来算哈 所以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回家 阿们 我们下个小时来吧